印针忽然摆手 目光向门外看着 众人看时 却是狗儿和坎儿 带着那条叫卢卢的狗 从二门进来 后边还跟着翠儿 这三个孩子到了同城 就要印针兑现诺言 要回家乡 印针虽然舍不得 却不愿在下人面前 唠个失信的名声 心知他们一一去不返 还是赏了些银两 资助他们去了 却不料两个月的功夫 又都自己返回了 三个孩子穿的 都是走实的衣裳 虽不破烂 油渍汗进的十分埋态 直脚底下的鞋 开帮托椅 不成个样子 看上去 他们气色还好 脸上表情羞涩扭腻 还夹着不好意思 见印针 注目盯着 一个个低着头 蹭进来 就门口跪下 六只大眼睛 互相望望 还是狗儿先开口 呲牙一笑 四爷 我们回来 伺候您老人家了 印针眼中 闪过一丝怜悯 却又冰冷冷地说 我没有说过 还叫你们回来 我有规矩 不收留叛奴 说吧 也不理会三个孩子 却对年庚鸟说道 吴先生这个策论 可当一篇 研法论 有一层意思 他没有明说 如今 思言俱伤 化地为界 与官相通 明日 就敢战身为王 前明高大起 黄任秋 乘乱而起 十日之内 便自称猴王 不单是国家 少收几个钱的 小意思 何况 现今国库空虚 钱的事 也不是小事 是 吴先生之见 十分透彻 年庚鸟忙 陪笑道 宫中之私 私中之私 纠葛纷乱 害不可言 印象 眼见三个孩子 修得无地自容 因尽前问道 你们不是 都要回去种地吗 啊 家里 出了什么事啊 大热天 这么远的 跑路赶来 一句话 触了几个孩子 隐瞳 坎儿嘴一撵 呜的放声大哭 狗儿眼泪成串 滚落下来 催儿 亦是哭得 伏地不能抬头了 这一突如其来的 嚎啕 引得院里的亲兵 哥啥都探头探脑地 往屋里瞧 连印针也愣了 坎儿哭得 咽着气说道 没有 地了 大水冲了地境 家里没了长辈 公家 老爷早从外地 招了难民 拔了田 租了出去 这世道没道理 没路走 印针的心不禁一沉 印翔咬了咬牙问道 他霸你的地 宝英 也是朝廷管的 你们不能告他吗 狗儿气得到 关凭印信 地平气 我们从水里逃出去 谁家的还能保住地气呀 就这么叫人家欺负 说着几个孩子又放声 高福在后院听见 忙赶过来 呵斥的 四爷正在和十三爷说大事呢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就进来豪丧 印针带他们渐渐住声 立起身来 夺了两步 转身说道 你们不要哭了 我收留你们 三个孩子一下子抬起头来 眼中闪着惊喜的光 连高福带夺也愣住了 这位从来说一不二的皇子 今儿竟破了力 正差一件 印针伸出两个指头 你们要记住 四贝勒府 是二个里头 规矩最大的 进门不容易 出门更难 既来了 就预备着老死在我府里 他屈下一个指头 我吩咐柴使 历来只交代一遍 没听清当面问 柴使扮走了样 没有宽恕 没有第二次悔过 这是一 第二 印针眼中 闪着寒森森的光 人人知我秉性刻薄 你们的敬重我这秉性 我讲究一句话 孤恩父主的事 再小我也难容 不欺主 无心犯过 再大的事 我也不揪 代夺高福 你们跟我有年了 你主子 是不是这样的 代夺高福 甚至 这都是实情 有心顺着话送声 但印针特别忌讳 当面奉承拍马 值得老实答道 是 是 印翔 却是洒脱性子 因见高带二人 哼哈二将似的绷着脸 三个孩子直瞪瞪 盯着印针 因呵呵一笑 你们别犯傻 四爷赏名伐众 这不是贵重秉性吗 是你们祖上有德 才攀上这样的主子 你看看这个年耕摇 放出外任才几年 如今已是参将 代夺也是在立部注册 要放外任官 高福一年的收相 只怕比得上一个知府了 愣什么 吞娘的 还不赶紧磕头谢主子 换衣服添肚子 是正经的 一席话说的印针 也破颜一笑 见三个孩子磕了头 合手说道 狗儿看儿 进我的书房捧烟 翠儿 留给福尽使欢 高福 带他们去吧 年纪都还小 不要拥护 不要拥管得太紧 四爷 颜耕鸟 瞟了一眼日头 已过四十 阴陪笑道 四爷 颜商们 都已经叫到城隍庙 安徽部正室里的 两个倒台 已经等在那里 咱们该动神了 印针 嗡了一声 带朵 忙进礼物 取出两套皇子官服 张罗着 哥俩更衣 印翔虽不情愿 也只好罢了 红城城隍庙 离着钦差行园 只离许地缘 费时三个月 从全省各地 请来的延宵 早已经等在城隍庙前 大照壁旁 这些人 虽然平日歌剧一方 自有巢穴 相互之间生气相通 兼有照应 所以都很熟识 心里都明镜一般 知道四皇子 艳无好艳 却都没想到 印针会选这么个地方请客 怀着鬼胎 三三两两 窃窃私语 安徽部正室下头 筑前局的道员柳奇 和颜道陈炎康 都是资深老官 知道印针印祥 都是康熙的爱子 太子的心腹手足 性格归例不入常情 都不敢说什么 坐在专为他们设的梁庞下 只是吃茶陈饮 柳奇和陈炎康 主管通省银钱严正 心里当然盼着两个金枝玉叶 替他们整整这些炎狗子 但安徽炎商 不但平日和巡抚将军衙门 过从甚密 早已是一笔哄出气 但炎商里为首的 任济安 现就是九二个印堂门下 任伯安的敌亲四弟 都是八爷党的钱袋子 所有炎商都以任济安 马首是瞻 即便是印针印详 也不能不心存投鼠之计 因此今日这事 弄不好就要磨盘压首 倒霉的还是小官 陈炎康想着 不由瞟了一眼不远处 坐着闷头吃茶的人济安 见那张团脸上 眼泡下垂 毫无表情 不由心里一记 毁脸刚与柳其相对 忙都闪了开去 众人正没理会出 便听炎商们一阵骚度 有人嚷着 四爷和十三爷驾到了 任济安也站起身来 沉着的对围在身边的 几个炎商道 四爷来了 咱们也赢赢 说吧 便带着五六十个 衣色杂乱的炎宵 迎出照臂 一排排跪在柳其 陈炎康的身后 眼见气度沉着的印针 和一脸漫不经心的印响 刺地下了姓黄大叫 穿着石青团龙 通袖蟒袍 带着红宝石东株 二层金农官 一大群太监亲兵割刹 簇拥着 以离近见 任济炎安心里 突然泛起一阵慌乱 他倒不是出不起这点银子 只要他带头认捐十万 炎商们再疼也得拔毛 百十万银子 虚语之间就凑齐了 但哥哥 任伯安 信里说的明白 一是不能破这个地 倒了九爷的招牌 二是 八爷说了 不能让四爷再往太子爷脸上贴金了 但今儿这势头 这排场 自己应付得下来吗 正胡思乱想之间 猛听炮响三声 柳晨二人已是请过圣安了 应真达了圣公安 呆着脸一笑 对众人说 这么热的天 生受你们等了 今儿我请你们的课 却是要鱼虎谋皮 要劳诸位破费了 印翔咧嘴无声一笑 将手一让 四哥走前头 宴席就设在十八层地狱狼前 满院都是数 凉爽得很的 应真略以会议 便率先进庙 后头 护从和官员 阎商一步一趋地跟定了进来 一进庙便觉得与外面迥然不同 一溜石涌道两侧 百贵森利 遮天蔽日 阴冷沁人 一座座神道 灵机 功德 数亿石碑 参差林立 死人脸似的又灰又白 印翔心下暗自颠子 四哥 整着这些人 真是麻烦了心思 想着便听印针哥哥笑道 这副迎脸是方包提写的 好一笔子 众人抬头看时 却是 呀 暗示亏心 巧取豪夺 带来几盒玉女蓝铜 财货金箔 唯 神木如殿 敲鼓吸嘴 取取多少身家性命 人肉高血 人既然看时 盘球石柱 一笔言书诸红大字 果真莫神淋漓 仿佛人血还在往下低趟 竟不自禁的机灵一个寒战 却听印针说道 带躲 回头叫人踏下来 带回北京 上次黄阿玛 还说要看看方灵高的字来 于是众人接着往里走 进了二门 早有贝勒府的侍卫们迎出来 兵道 四爷 十三爷 宴席就设在那边廊下 请爷和各位大人 审视入席 印翔看时 果剑一溜游廊下 齐整整的摆着石桌八宝席面 水路果真 鱼鸭鸡肉一硬俱卷 这狼鞭木炸后 全是泥塑的十八地狱 刀山油锅 抚越炮烙 各种刑法具备 牛头马面 黑白无常奸行 无数宁恶小鬼 将种种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贪财杀生 淫雾乱伦之辈 脖子上挂着罪名牵 按着头 有的刀劈 有的锁败 有的火烧 有的水煮 有的磨牙 有的油炸 阴森森逼人谋法 印翔在阿格里头 号称拼命十三郎 罪是气豪胆大 倒也不在意 看众人时 却都是脸弱死灰 哪有心情吃得下 印翔一回头 见狗儿坎儿 也混在长嘴里看热闹 便叫过来小声说道 你们也凑个热闹 解解馋 狗儿半个鬼脸 只是嘻嘻的一笑 没言声 诸位 带人们纷纷入席坐定 印针带了印翔 做了首席 环视众人一眼 他的神情突然变得随和了一些 笑着说 诸位 今日这点飞镯 全是从我凤银中备办的 当然 这也是民旨民勾 都是十分捷径 今天这个地方捷径 饮食也捷径 可以放心 尽量的用 我是信佛的人 极少如昏酒 今儿也破例 饮一大功 说着 端起酒杯来 一举道 请 二位大人请 自己先一饮而尽 众人一起起身 将门杯饮了 便听印针又说 十三弟 我不胜酒力 你带我多劝大家几杯 印翔答应了一声 满脸音笑 轮捉劝酒 一头走 一头大声地说 好 我带四哥请酒 让道吉隐啊 我是个带兵大哥 行屋里滚出来的 喜欢军令行事 有讨酒的规避的 我要提耳灌酒 众人见他昂首挺胸 熊啾啾斗鸡一般 谁敢为令 尽是安庆老叫酒 烈性十分 爷只好一命从事 任济安躲在第七桌 见印翔一路行酒过来 心里暗自打了主意 笑得起身道 十三爷 上回九爷府来信 还说到爷喜欢好兵器 九爷叫小的给爷物色 特地请江西号上断了两口宝剑进上去 不知爷赏收了没有 那两口剑原来是你笑惊的 印翔心里咯噔一下 没想到 在这里也会碰见八个人 随即笑道 那太好了 原来这里头还有咱哥们的门人 既如此 你更该为国效力 捐他二十万 鲁哥 说罢一眼 也不等人济安答话 静字移不去 首席上 陪坐的 柳其尘延康听着解气 一会议 举杯一碰 各自饮了 吻着心神 看这场恶宴 印针突然大声的说笑道 不要吃苦酒嘛 快奏起乐来 此时各桌上 让酒已尽了尾声 座中 剑刺活跃起来 嗡嗡盈盈 人语嘈杂 听着这一声 呼得又静起来 便听乐棚那边 声簧其奏 十几个岳户 随吊儿歌 谢上路 何时期 路西明州 更腐落 人死一去 何时归 毫离谁家地 拒脸魂魄 无闲鱼 鬼伯一合 相催促 人命不可 少迟楚 满座的人 都被这悲凉仓储的歌声 弄得一乐 陈柳二人 一听便知 这是有名的 谢路歌 即 既好 敬 眼见这些 财雄一方 世盖 官宦的 岩宵们 被整治得 欲哭无泪 欲笑无言 二人不禁 眼口偷笑 印翔 今日 放亮好眼 月声中 物资不停 轮桌劝扭 一边 逼着岩商们猛贯 回头大声说 妙哉思情 妙哉思景 妙哉思歌 印人 仿佛不胜感慨 白手指了月 抚膝起身 绕席 躲着步子 缓缓地说道 是吗 此乃 桑哥 我毕竟是钦差 是龙子奉孙 忠明鼎时之间 不能忘情于 生死天命 其实这歌 上半阙 是送葬王公贵人的 就是指我 和十三爷这些人 下半阙 是送葬士大夫 数人的 就是指的在座诸位 王公也好 数人也好 其实一死魂归 终归难逃 一投黄土 想来生死 巨脸生色财货 百年光阴 疏然过细 又有谁能带了去呢 何如 生死做些功德 散财祝福 上有义于国 下有利于民 远赵 祖宗厚德 尽追来世之福 你说是吗 他突然停在了 任济安身边 任济安 吓得浑身一啰嗦 忙起身陪叫 四爷说这些学问 奴才不懂 也知道 钱财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请四爷画个章程 奴才们 尊欲认倦 印人略一点头 躲着步子 走着继续说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这些话说说容易 做来难 去年黄河绝溃 大堤失修 这是国际民生的大事 要一百二十万两银子 才办得下来 我自筹九十万 想户部要三十万 户部竟然 雷啃着不给 这些混账王吧 我回京 自然要找他们算账 但这一百二十万银子 却要着落在你们这些 大财东身上了 大财东身上了 的这些 好目的 国家 和平地 天 大财东身上了 有条件 过来 明天 人